据德新社报道 继13日结束的欧盟外长会后 欧盟27国国防部长于当地时间14日 在布鲁塞尔进一步讨论军事援助乌克兰问题 会议的焦点是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利提出的一项长期军事援助草案 据报道 伯雷利的提案并未得到所有欧盟国家的支持 他计划在12月提交一份新草案 德新社14日称 伯雷利在欧盟外长会上说 冲突还在继续 我们不能忘记乌克兰 伯雷利还称 欧盟希望推进对俄罗斯的第12轮制裁计划 包括新的出口禁令 以及收紧石油价格上限的措施等 据德新社获得的一份德国财政部 向预算委员会提交的文件显示 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不是2024年预算最初估计的40亿欧元 而是80亿欧元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 证实了这一计划 但表示需要议会最终做出决定 由于美国计划削减对乌克兰的援助 欧盟希望填补这一窟窿 不过13日的会议清楚地表明 欧盟各国的外长们如今心烦意乱 他们发现越来越难兑现 其只要有必要就支持乌克兰的承诺 因为他们的注意力 现在更多地放在了中东而不是乌克兰 德国《南德意志报》13日评论称 东欧国家目前尤其担心 欧盟减少对乌克兰的支持 巴以冲突再次爆发后 欧洲与乌克兰的团结 开始从根部动摇 战时的支持摇摇欲坠 西方正在放弃乌克兰吗 德国《明镜周刊》发文称 基辅的前景暗淡缺乏武器 美国开始转身离去 加入欧盟也摇摇无期 报道称 西方集体将目光投向中东 尤其是美国正在加速远离乌克兰 对于乌克兰来说 美国停止援助 无异于一场致命灾难 虽然德国很自豪成为 继美国之后 向基辅提供军事援助的主要捐助者 然而这些援助还不足以让乌克兰获胜 此外 厌战的情绪正在欧盟蔓延 部分欧盟成员国对继续援污感到疲惫 对于乌克兰获胜的远离乌克兰获胜